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情况下作为非农的前瞻指标 ADB数据和非农就业有较强证相关性 被认为是当月非农就业人数变化的先导指标 同期美联储副主席也称 9月加息以及今年年底前加息超过一次都是有可能的 这令市场开始认为美联储或将于9月加息 机构方面 路透社点评称 美国7月城屋签约销售在经历连续两个月疲软后路德上涨 因全国大部分州区的需求明显上涨 而就业市场变得强劲 及薪资快速上涨是主要推动因素 因此此次数据意味着美国房产开发商和消费者信心都有所提振 房地产市场依旧稳健发展 另外德国商业银行也认为 美国就业数据的良好表现可能提高美国加息预期 使得黄金价格继续下滑 美国能源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幅大于预期 汽油库存减少 降幅为7月29号以来最大 EAA公布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227.6万桶 市场预估为增加92.1万桶 原油库存连续两周录得增加 数据公布之后 油价短线急剧下滑 刷新8月15日以来低点至44.37美元一桶 跌幅达2.1% 美元指数稳于96.007 隔夜自三周高点96.255有所回落 欧元兑美元起稳于1.153 开盘1.141后震荡调整 最高点上碳至1.1165 随后触及三周低点1.1122附近 澳元对美元起稳于0.7522 低于周三创下的一个月低点0.7490 原油价格急剧下跌 令商品货币走软 美元对商品货币表现较好 ACY希望国际认为 美国8月ADP就业数据好于预期 短线上看 美元会呈上升趋势 油价金价则会相反 这更加强了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期望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尤其是今年6月 在6月政策会议前 美联储决策者曾提出加息迫近 但最终6月和7月的结果都是按兵不动 因此投资者不得不维持谨慎 根据黄金的4小时走势图可以看出 ACY强弱指标为30附近 暗示卖方力量稍强于买方 CCI指标位于-100附近 暗示市场处于超卖现象 50-100-200均线兼距缩小 往下延伸趋势 暗示中线上升动能减弱 短线上可采用突破阻力位做多 突破支撑位做空或区间交易的交易策略 近期低支撑位1313.06 第二支撑位1311.34 低阻力位132.31 第二阻力位1324.68 9月2日重点关注 9月2日北京时间20点30分 美国8月份失业率以及非农就业人数变化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市场分析 如有一万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